妹妹,差不多时间上课好了,你们准备好了吗?收拾 妹妹,你来做摩托,收拾好了吗? 我都输不进了 嗯?你输不进了? 不要紧啊,我们要上课了,时间到了 我肚子很痛 你们发现到刚刚那个视频好像有点似曾相似 你知道吗?大部分的音乐课程,其实都在悄无声息的,消磨学生对音乐的兴趣 随便拍到十分出去,都会杂中一个有学过音乐,可是却冲突放弃的人 为什么呢? 其实在我们现有的教育体系之下,整个学习过程不但是难受,而且还很坎坷 有些学生甚至是一边弹一边哭,就好像这样 长一点,拍 我们Pen Music存在的其中一个原因,就是为了改善整个学习过程,并以培养学生的学习兴趣为主 让我们来告诉你,学不好音乐而放弃,其实并不是因为你没有音乐天分,也不是音乐不适合你 想一想,为什么小学的时候大部分的学生都喜欢去读书 然后到了中学的时候,喜欢读书的越来越少,不喜欢读书的却翻倍的增长 很多中学生的口头上都是,哎呀,其实读书不适合我了,我不是读书的料 可是你却从来没有听过任何人跟你说,哎呀,学习新知识不适合我了,我不是学习新知识的料 为什么呢? 这是因为其实我们学习新知识是我们的生存本能,而他们恰巧不喜欢的就是这整个学习的过程 想一想,假如我以前不学去咀嚼的话,现在的我就可能不会长得那么好 所以其实问题不在于有天分还是没有天分,实际上的问题在于有没有适合的教学方式和良好的学习过程 想要知道我们Pen Music如何在教育上面做出改革,帮助学生培养他们对学习的兴趣 一步步让他们不自觉的喜欢上音乐,马上报名我们现在送出的免费课程 你可以在下面留言,或者是WhatsApp我们了解更多详情哦 拜拜